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自由之术必须要用暴君跟爱国者的先行实时交换 你活过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大选 你投了票 结果不一定如同你的预期的时候 你更不应该气馁 你更应该坚持下去 因为你更应该了解政治 让你下一次的投票 下一次的判断 可以更精准 可以更正确 可以更帮到你所支持的人 所以请各位 继续跟着我们走下去 民主之路非常漫长 但人权 言论自由 是你不去争取 就绝对不会是你们的 我们一起加油 团体打团体战应该还是不错 好啦画面上又来到了我们这个 德州 德国玉面小书生 在这个飞快的来台湾 跑了一趟之后马上又跑回 飞快回去 而且我昨天早上在做运动的时候 我还看到你还在跟Herman老师连线 哇靠 不要命是不是 我才刚刚到 对对对 而且我整个眼睛已经快睁不开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 都已经跟大家说好了 对啊 对 可是这样真的不累吗 我看你还跑去参加那个柳泽贤二的 那个活动 现场背包包站那边 连个座位 有网友看到啊 有看到吗 怎么连个座位都没有 因为我前一个活动太晚了 其实他们还有保留住 我实在是很对不起 这个也是一个尴尬的状况 其实是对我蛮客气的 很感谢 柳泽贤二的演讲 我们那时候在东大拍过 我们派人去日本东大拍 然后翻译了之后 回台湾上线 花了很多钱 但是大家搞不懂 他的影响力 就是他基本上是 呃 智慧队的 这个官员 所以他认为的说法 才是真正的说法 那不是那个什么 政治人物在那边瞎讲东西吗 政治人物我讲了半天 是他们要去执行 他是他是比较这个真的从从从从基层出来 而且比较了解整个日本智慧队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也会很直白的讲 就是说批评一些政治人物的一些操作 所以他的论述会比较不一样 当然在台湾可能 就看你你怎么你喜欢怎么解读 台湾有诗日本有诗 对 不过柳泽先生真的是 额头脑也很清楚 年纪蛮大 但头脑也蛮清楚 也很客气 我有机会跟他一起吃饭 送我送我一包海苔 送海苔 他们带了这个伴手礼嘛 今天小孩在吃 还蛮好吃的就是 还好 那我也不能送你猪脚 因为那个猪肉跨境西带 你可能就被拘捕了 没关系 下次就直接在现场吃 好你下次吃吃看啊 我们这一波卖上千只 老板娘昨天还说 太好了 我已经把这个三月初接到的单子 我已经通通处理完毕了 大概有四百只 我说等等老板娘 后面可能还有两倍的量 他说没有关系 再说吧 就是很开心 因为我们主要去开发的 那个店家 大概都是陆配 我讲直接一点 就是陆配 很多陆配在台湾 就是带着一身绝火手艺 然后在台湾落脚 结果大家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我们有责任 要让各个领域人 在台湾都获得 获得帮忙或曝光 而不是老是他妈听 民进党说 这些人都间谍啊 他就怀抱着一个 要让祖国统一的心态 就要来台湾 我觉得 你太狠了吗 这个你简直是一个 新型态种族歧视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 好算了 但这个我们就不要抱怨了 那这个刚行 TikTok 也已经送了几个爱心 跟团队手环 然后我这边抖内 我们先念一下吧 因为就有一些无聊网友 先在那边把 舒适满庭方 把它改成黑丝版 刘提良说 改编至舒适满庭方之一 归去来西 私归何处 另居家在天龙 百年强伴 来日苦无多 探见国事纷乱 与百姓媒体弄分 民间有鸡屯 涉酒 镶嵌黑丝舞 云河 当此去 人生多揣 是非难断 忘哈魂 一席黑丝舞篇 但愿黑丝带货 应重念 莫要傲娇 游莫肯 众议全权 日日要诸功 刘建一说 支持九哥又忽冷忽热 气象温差 担任阿鲁巴黑丝老猪 来祈福重宅 身体健康 近来天气太不稳定 导致病人感冒 鼻塞头晕 奉劝各位在外工作 定要保重身体 翁P一同 翁P简直是铁打的 不是 不是说什么翁P 怎么样累 而是 他回来 他现在已经 时差都已经 差不多调回来 你看现在 露出残酷的笑容 明天早上还要上课的吧 没有 这个礼拜春假 看我 screen break 不是大家都疯狂做爱吗 佛罗里达州 跟那个 什么东西啊 真的吗 就是 好 等等 这个 这是年轻人的事 这是连大选生的事 那当然我又没有说你 奇怪 你去疯狂做爱 对不对 是不是没办法 不是这样子 好 林毅如说 支持我的教授率翁P 黄帆 他讲这东西 我们干脆拿来开好了 这个 他讲赵安吉啊 就是那个 在他朋友的牧场里面 沉到水里去那东西 你怎么看呢 因为 黄帆每次很爱阴谋论 他说 汽车沉到水塘 这种经典死法 在1998年上映的 威尔史密斯主演电影 全民公敌 就讲过 这背后可能存在的内幕 德州警方也看不下去 开启刑事调查了 加上美国商务部长 Raymondo 突然说电动车 能被远端遥控的事情 让人不得不浮想连篇啊 等一下我们花一点点时间 讲这个 其实不止他 拜登也讲 那 可是 纽约时报的报导 讲的比较清楚 缺乏想象空间 朱大好帅说 翁P帅哦 好 来 我们讲赵安吉这个事情 你在 美国本土 跟在台湾 应该都有看到这个消息 你觉得赵安吉的过世 真的是 不要说正是意外嘛 你觉得那个 有什么样子的冲击性 你看到的冲击 当然就是这个 麦康奈尔 就后来就辞职了嘛 当然有人就揣测说 这个跟他的过世有关 因为毕竟是在 就在他跟他姐姐的农场 那当然这个 这个事情比较吊诡的地方 就是说 以他的年纪 再加上 因为赵安吉才50 今年50岁 以他的年纪 我意思是说 他的开车的反应 各方面 当然会让人家觉得很多的问号 就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件事情 而且这个农场也不是他第一次去 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会让人家有各种的怀疑 当然了 就是说天气非常 你在德州来说 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 是有可能的 因为比较郊外 所以真的是这种 这种意外发生的可能性 不是完全没有 可是确实也是蛮特别的 因为为什么会在这么晚的时间 会有倒车的情况 为什么会猜错呢 对 尤其是如果是在自家 自己家人的农场 他如果要离开去哪里 好像有一点 就是总有哪里说起来怪怪的 那这后面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超级大一谋论 然后甚至造成了 他的姐夫就是麦康奈尔都辞职下台 我觉得这真的是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 虽然媒体是没有证据不敢妄加揣测 不过我相信这是一个 这会是一个悬案 因为毕竟 毕竟真的是蛮不特别 这真的是蛮特别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我这样讲 我把纽约时报做的调查讲清楚 就这个地方怪是怪的 第一个 他是在他一个supposedly 应该熟悉的地方 那也就是他一个熟悉的牧场 第二个 他是踩错油门跟倒车的 这个 就是油门跟倒车党的关系 所以掉到湖里去 第三个 他其实没有掉下去 马上就死掉 他掉下去之后还有打电话求助 可是人赶过去 把就是已经救不出来了 而且 Tesla没有那么难 你掉下去之后就把窗户打开 然后人游出来就好了 结果他们的朋友赶到的时候 已经过了二十几分钟 然后消防队赶到的时候 过了三十分钟 最后那个掉的 那个钢缆不够长 又拖了更长的钢缆 拖到四十几分钟 那想当然而 把它拉出来的时候 人就已经没了 可是整个 我们这样讲 也不怪国外的阴谋论者 觉得这个很奇怪 你在你自己熟悉的地方 开着一台你熟悉的车 然后掉到水里面去 竟然活活被淹死 逃不出来 那这个我真心觉得 也太奇怪了 那这个 我觉得而且最重要的是 那个纽约时报的报道 讲清楚这台是Tesla 它可不是比亚迪 或者是什么 这个中国的电动车 它是Tesla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被 入侵什么东西 哇靠 那它的战略价值 必须要很大 第二个 那如果你说 它是被远端操控 可是Ramundo跟拜登 讲的是 中国国产电动车 又不是Tesla 他妈不然他要挑战Tesla 他要说你车子 会被人家操控 所以以后不准你卖 这个我觉得 也不太合理 那来来来 我们就要拿到 这个 回到这里 要讨论一下 事情就是 天主教宗方济各 Pope Francois 近日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 乌克兰应该拿出 举白旗的勇气 透过谈判终结与俄罗斯的战争 那这个东西就很特别了 就是你平常什么时候不讲 你在这时候讲 而且是已经 这个看起来 要败了 然后你觉得 这个东西可以拿来说 然后 我是觉得有点奇怪了 不知道 国际间怎么看这件事情 龙匹怎么看 他这时候跑出来 其实这个话题 确实是引发了不同的意见 尤其是有些人 当然就批评教宗 怎么在这个时候 好像比较丧气的这种言论 可是其实这个话 是教宗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在二月底的时候 访问的时候 谈到了 就是说 要有树起白旗的勇气 但是整段话 其实还是围绕着 天主教教宗 他站在所谓的人道的关怀 就是真的不能再死亡了 所以希望可以 双方都能够 赶快的来把 这个战争停止下来 所以当然 梵蒂刚的发言人 就赶快出来讲说 其实教宗讲的意思是要 目标要停火 要停战 所以才会延续的主持人所说的 不管是用 这个所谓的树白旗 树白旗他也不是 他特别想到 他不是讲说 要拿一方投降 树白旗不是投降 是去核 他的意思 对对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 能够坐上谈判桌 赶快来和谈 但是当然了 当然就会有人影射 就是是不是教宗也觉得说 乌克兰其实没有胜算 所以就会有不同的说法 可是我们必须要说 目前看起来 整个乌俄战争 尤其美国的国会 这个610没有办法通过 其实乌克兰现在 真的是已经在硬钉了 那这个钉法呢 也就是说 现在这种僵局 乌克兰跟俄罗斯 双方都不愿意坐上谈判 说因为双方都有 都有不可 不可放弃的一些执念 那当然对乌克兰来说 如果是寸土不让的话 现在这个僵局就无可 无可避免 可是对俄罗斯而言 他现在也很尴尬 因为俄罗斯已经在 在2014年占领克里尼亚 2022年 他发动战争不久之后 9月 他就修改了宪法了 也就是说 俄罗斯的宪法 也把这些 像乌东 像克里尼亚 都纳入了 自己的领土 变成领土了 所以现在双方要 坐上谈判桌 等于都要 不管是哪一方要退让 都等于是对自己的宪法 做出挑战 所以其实我们说是说要谈判 可是真的要 现在要用非常高的智慧 就算双方有谈判的意愿 都有一些 包括了法律 包括了政治上面的象征意义 甚至是面子的问题 需要去解决 那当然了 教宗这个时候的 抛出这个话题 当然就会有这种解读 就是是不是哪一方 已经去弱势 我们只能想 以政治正确的角度而言 支持乌克兰 大概没有问题 可是以政治现实的角度 来看 乌克兰现在面对的挑战 恐怕不是说大家 象征性的支持就可以了 如果真的要乌克兰在谈判桌上 有实力 去跟俄罗斯队 做一些抗衡的话 恐怕欧洲 欧盟的国家 北约的国家 还有美国 都必须要拿出 更强势的 这个力道来支持 不是只是嘴巴讲而已 可能还要拿出更多的武器 或者是 经济的援助 可是目前我们看不出来 有这种迹象 毕竟各国的压力都蛮大的 虽然嘴巴还是很强势 外交上还是很强势 可是实际上的物资的运送呢 其实出了很多很多的状况 就是说 跟原来预期的 包括了欧盟国家 包括了美国 跟原来预期讲 说要支持乌克兰的这些物资 已经有蛮大的落差了 没有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 当然你知道 应该这样讲 我也知道 教宗意思是 以和为贵 和平没有敌人 战争没有赢家 可是问题是 这个状况 打到现在 已经 乌克兰就输 就输定了嘛 妈的一堆绝青 还在那边靠杯 说你们挺共 所以才会这样讲 但我们有眼睛好吗 看到现在各种各样的 退败 各种各样的 这个被占领 那你已经失去了 所有的战略基先了 那连 那个 之前新加坡 不知道是防长还是谁 还不小心说漏嘴 有F-35帮忙 大家去锁定 那个在战场上 俄军的飞弹阵地 等等等等 那你已经讲到这种程度了 然后 乌克兰还不赢 那表示 表示很简单 就是 在实际战争上面 战争还是靠人打的 那你今天没有人 然后最基本的弹药没有 你给再多再先进的东西 其实都没有用 那这个就是一个 很麻烦的事情 有网友精纯猜对 又是全家牛肉面 因为我们中午跟翁P直播 没办法吃什么好东西 就是附近的全家 然后开心的卖一卖 可是问题是 土耳其也跟着宣布要 举办所谓的和平峰会 可是这两 两家 就它有一点复杂 怎么办 就是在那个之前 好像在瑞士会先有一个 和平峰会 然后俄罗斯还不受邀 只有泽伦斯基受邀 可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这谈什么屁和平 就两方开战 然后你今天说要调停 调停在瑞士办一场 结果只有乌克兰参加 然后俄罗斯不受邀参加 然后后面还有再一场 就是尔多元 这个尔多安 要在土耳其办 那结果这两家 就 就是都参加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 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 很奇妙 可不可以 这个请王匹讲一下 国际政治里面是怎么样 大家抢着 要办所谓的 和平峰会 那但是少了一方的 和平峰会是怎么样 就是大家拜拜 拜拜吃 吃大拜拜吗 我觉得这我不太了解 没有 这是一个尝试了 其实现在国际社会当中 可以在乌俄双方 对乌俄双方谈话 然后还会有这种提议 还有能力 说提出这样能力的国家 真的不多 所以土耳其其实有一点 有一点优势 因为它到目前为止 还是在乌俄双方都能讲上话的 它虽然有这个提议 双方没有办法接受 可是它还是有能力提议 光是这一点 土耳其就已经很不同了 事实上土耳其的外交手段 还蛮 最近这两年 在国际的混乱局势当中 土耳其其实 亚多安大家可能 在土耳其觉得 它是不够民主 可是它最近这一波的 国际政治上面的操作 蛮聪明的 尤其它比如说 它这个批准 所谓的这个 瑞典这些国家 挪威加入北约 从中得到了美国 给予它的军售 包括了F16的军售 都是它透过这种 斡旋当中取得的成果 那土耳其这个时候 亚多安提出来说 它要办所谓的和平峰会 希望把乌俄双方都能够抓上谈判桌 我就说了 他能够提案都已经证明 他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因为其他国家连试都没办法试 因为俄罗斯也不会听他的 所以其实呢 虽然看起来就 责任司机也说我们不会接受 我们不会谈 不会透过这种方式来做和平峰会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土耳其做出这样的尝试 而接下来如果乌俄战争 真的要有停火的可能性 就说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如果真的要双方做这样谈判 很显然的 恐怕不会是 没有办法是完全美国说了算 恐怕还是要靠这些中间 居中可以斡旋协调的 有一个新闻蛮值得大家注意的 就是中国的特使李辉 在这个时候 拜访了俄罗斯跟乌克兰 他去了俄罗斯 然后去乌克兰 在双方都有 双方都见到了高层 当然在乌克兰没有见到泽伦斯基 但是见了泽伦斯基的特使 然后在泽伦斯基的特使 见完之后 在乌克兰的官方的网站上面 也表达了感谢中国的居中的协调 其实那中国大陆 当然在很多的这个 这个外媒的报道 之前有说 哎呀中国好像是站在俄罗斯这一边 可是在他见完这个 泽伦斯基的特使之后 乌克兰所表达的是说 很感谢中国愿意提供 未来在重建上面的需求 等等的援助 而中方北京当局也是表达说 乌克兰未来的重建 中国也会给予协助 总而言之 我们在看这场乌俄战争 包括了过去的战争的期间 跟接下来的重建阶段 如果我们只看西方媒体的报道 可能啦 我觉得可能会出现的就是说 大家觉得说好像中国就是站在俄罗斯这边 所以乌克兰很讨厌中国 或很讨厌北京 可是你慢慢会发现 现在的乌克兰可能更需要的是 思考的是接下来 不管结局是什么 总要重建 现在世界已经 现在世界已经在计算 乌克兰整个重建的费用 跟重建的流程应该怎么做 世界银行在上个星期 有做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里面讲到说 乌克兰的重建经费 至少需要4860亿以上 这个还不包括了 就是到乌东地区去盘点 到底有多少损失 有一个估计呢 这个华尔街日报有估计 就是如果进到乌东 去看整体的基础建设 包括桥啊 发电厂啊等等 所有的损失加起来 可能又是另外的4000多亿 换句话说 乌克兰不管是 它是收复整个乌东 就是收复乌克兰全境 或者是只针对 现在的部分来做重建 那恐怕花的经费 都不是这个美国 或者是单一个国家可以支撑 它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援助 其实在两年多之前 就是乌克战争刚刚开打的时候 我当时就已经说了 接下来乌克兰恐怕 没有办法拒绝任何国家的援助 包括了现在可能 大家觉得站在俄罗斯那一边的国家 像是印度啦 像是中国大陆 乌克兰可能都没有办法拒绝人家的帮助 因为所需要的钱太多了 光靠欧洲国家是撑不住的 还有人力问题 这个中央人力问题都在规划 如果我基建要去规划的话 我能派出什么样子的团队 用什么样子的状况 也许不用给钱 也许是可以推出我的整套系统 去那边做 反正我的人开心 有建设 然后搞不好还可以照桥铺路 盖港口什么之类的 但等等 如果俄罗斯打赢了他的目标的话 以后可能没港口 我觉得俄罗斯 现在我个人觉得 俄罗斯马上3月17号 下个礼拜普丁就要连任 要投票啦 当然一定连任的 但我觉得以普丁的这个角度来说 俄罗斯所期待的 恐怕也不是真的所谓 把乌克兰整个兼并或并吞 对俄罗斯来说 现在这样子就已经是 就已经是达成他的目的了 就是把乌克兰跟北越的这个 所谓的防线 再往西边推一点 乌东的地区 变成是一个缓冲区 那然后呢 让乌克兰知难而退 这个如果现在谈判 然后是现在这种僵局 就停在这里了 基本上俄罗斯就是胜利了 那他也不会再往前面再推进 问题是 现在怎么样能够让双方 能够做上谈判 乌克兰又能不能接受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麻烦就在这里 因为2024年是 大家都知道世界很多的选举 包括了美国的大选也在2024年 以现在的状况来说 美国呢 拜登政府 比较尴尬的是 拜登总统恐怕也不会 就说 就算现在乌克兰提出 我们说夸张一点 就算现在泽文斯基说 算了算了 我要做上谈判 都来谈判了 我们担心的是恐怕 美国的拜登政府恐怕也不会支持 因为现在如果让 让泽文斯基就坐上去 然后损失乌动就算了 对于拜登政府来说 那是一个非常丧失颜面的事情 这等于是输掉了 而且川普一定会说 那就是我的关系 大家没关系 慢慢来 等我上任再说 川普又会说 对那你就白搞了吗 这么久 还撑在这里 所以其实对于 所以我说乌克兰有的时候 我们看乌俄战争 到底是谁在打这场仗 然后到底他们 他们有没有自己的 乌克兰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权力 来设定他们的所谓的中战的目标 我觉得比较尴尬的是 恐怕不是他决定的 就是说不管泽文斯基在外面讲的如何 不管他想要什么 或他可以得到什么 你最后会发现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之下 都不是乌克兰的决定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 真的就是战争没有赢家 一旦开始要怎么结束 最无奈的事根本不是你来决定 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就算现在乌克兰马上愿意全员投降 可是有一个问题是 他现在手上拿到很多装备 他到时候要不要交出去 纽石不是上个礼拜才有一个说法说 这个CIA跟乌克兰合作得非常愉快 所以我们连监听站 连那个情报通通都是互通的 那请问如果双方要马上和谈的话 像刚刚讲的 前面你给的那个Torris 德国给的金牛做导弹 然后法国英国给的其他各种巡弋飞弹 那会不会被一下子通通抄回去 通通抄给俄罗斯 那这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那如果都这样子搞的话 以后就没有办法 以后就没有办法 抵抗了 因为所有的先进武器 无人机啊 全部都被大家拿回来 那这真的是一个列强 我们这样讲 好久没用列强这个字 列强是不能同意的事情 就是你能够看 对这个恶德 现在还有恶 恶是刚好站在对立面 那列强不能接受啊 不能接受现在就变成 没有办法下场 那李承玄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他说抖内给翁批上课费 租大顾问费 这个各位大家中午好 想问翁批俄乌战争 到底还会打多久啊 翁批租大辛苦了加油 然后这边 打到2024年美国大选 选完最少 TikTok这边布鲁词说 我老爸走了 守灵中才有空看 希望你节哀顺变 所以你觉得要到2024 我觉得至少2024选完吧 我自己目前的预测是这样 因为就像我说的 根本不是乌克兰在决定啊 而且其实现在全世界都在看乌俄战争 这个走势 包括了日本啊 我们那天跟柳泽先生在聊天 也在讲 日本也在很密切地注意乌克兰 看什么点呢 你看乌俄战争 大家在看的是 第一美国到底给 给乌克兰什么样的援助 到目前为止 这个援助 不能说给的不干脆 但是前面好像给了很多 但是后面就收手了 就是美国的援助 似乎都有一个界限 都有一个 有一个限度 不可能是无止境的 很显然目前就是这样 而且不止不止 不止他 他不会是无止境的 还包括了美国的军队是不会进入的 是不会进入到乌克兰 那大家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会去推论说 那在其他的状况呢 当然我知道在台湾很多朋友会讲说 哎呀台湾不一样啦 就是说中国是更大的威胁 所以台湾不一样 如果台海发生了什么状况的话 美国不仅会是用乌克兰的方式 更会用士兵直接派出到台海 我们真的只能说 这真的是太乐观了 不管你觉得我以美或什么的 我告诉大家的是 真实的情况是不会的 因为从现在的各项民调 包括对乌克兰整个战争的态度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下滑 也就是说对于乌克兰 大部分的美国民众都已经觉得 美国给的够多了 而且大部分的美国民众是不支持 不支持美国的士兵进入到乌克兰 包括了拜登总统的国情咨询 等一下我们会说 他国情咨询讲了很多 其中就有讲到 不会有美国士兵 介入到乌克兰的土地上 这某种程度也是回应 两个礼拜之前 法国总统马克宏所说的 马克宏说法国不排除 会驻军在乌克兰 当然法国自己的国防部长 就说没有这种事 可见得的是 大家对于怎么支持乌克兰 现在出现了意见的分歧 但是大部分的国家 基本上都认为说 乌克兰的事件 我们可以给支持 但绝对不会是 害出我们的军队 来介入这场战争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 我们就在讲说 看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跟俄罗斯 这场战争 其实真的要给世界很多的警惕 而且大家都在看 到底这个世界是用多么现实的方式 来应对这一场 讲是讲是很 讲是讲说一定要支持民主 民主对上了这个非民主国家的入侵 我们应该集结起来 但是集结 好像那个力道 就是有一定的限度 就是他的集结的目标 并不是要帮助这个国家反攻 他的集结的目标是 好 我们设一道防护网 就打到乌克兰就好了 你看看北约最近的动作 包括瑞典的加入 他的目标都不是要帮乌克兰收复 他的目标都是为了要北约 你不要打到我 我让我自己这条线 这个壕沟之后 画的这个线画出来之后 我更强势了 俄罗斯你绝对不会越雷池一步 可是有没有考虑把乌克兰纳进来呢 很抱歉也没有 所以我们真的是一直在强调的 就是说国际政策的现实就是如此 你要看清楚现实 而不是只是天天喊理想 觉得我们一定有美国的帮助 民主盟国的帮助 台湾常常在讲 只要有民主盟国的帮助 就能怎么样 其实真的不能怎么样 我要特别讲 大家不要看 好像美国参众议员 一直帮台湾讲话 第一个 那个对美中战略竞争 特别委员会的那个副主席 讲的是希望台湾多生产 155公里榴弹炮的炮弹 他没有要给你 就是没有那个拐拐拐 远距榴弹炮 他没有要给你这个生产的机会 因为有这个有机密 他又要防着你 又要叫你做最低低级的工作 什么叫低级的工作呢 低级的工作就是这个 Mike Gallagher来台湾 也特别提到了 他说哦 你们Starlink啊 没有提供给驻台美军 就他没有在台湾地区提供 Starlink的进阶版叫Starship 星顿连结计划 但是大家没有再仔细看那个新闻 Mike Gallagher讲的是 他要的是星顿连结提供给驻台 跟在台湾海峡周边美军使用 跟台湾的国军一点屁关系都没有 因为Starlink 那个也就是Tesla的那个母公司SpaceX 本来签约跟国防部 9000万美金的合约 就是提供给美国军方 所以Starlink的进阶版 Starship是在保密 是在速度 是在安全性上面大幅提升 结果Mike Gallagher来讲 哇很多媒体报道 对我台湾至为友善 友善个屁 他讲的是要让驻台的这些教官 或者是观察员 到时候要落跑的时候 能够用Starship跟Extraction 跟撤离团队连结 他并不是要让你使用Starship 这个讲白了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是这样子 那大家是不是想太多了 Mike Gallagher最近还有另外一个后续新闻 你看我前后终于连上了 我女中也有看到这个新闻 就是抖音要大决战 我先讲 根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说 如果美国国会通过要让字节跳动 剥离TikTok的法案 他会予以签署 而且这个法案细节很夸张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网站 你让大家可以下载TikTok的app 罚5000美金 每一个下载罚5000美金 你看我多智障 因为TikTok上面很多网友 帮忙看完这个东西 我还没看完 他们整理出来 第二个 如果是你让TikTok 在这个法案通过 然后违反之后 你让TikTok连上你的网站 不管是ISP 或者是什么样子的 Mobile服务 per time 每一次罚500美金 500美金 那这个提案是什么 美国国会众议院 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 要求中国科技公司 BiteDance字节跳动 在165天之内 剥离旗下短片应用程序TikTok 否则苹果Alphabet Google及其他公司 营运的应用商店 不能合法的提供TikTok 也不能提供网路托管服务 两天之后 美国国会众议院 能源和商务委员会 就以50比0 全票通过该提案 然后我们先问 汪皮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特别委员会公布了立法提案 然后能源和商务委员会 就是职委员会上面的那个委员会 也全票通过 接下来的立法流程是什么 接下来立法流程就送到 送到这个国会做审查嘛 然后参众两院都要用同样的 这个逐字逐句的审查 两院都过关之后才送到拜登的手上 可是拜登很早就已经表态 就说如果送来的话 他会签 其实这就是政治的这个 象征性的意义蛮大的 就是针对所谓的TikTok 针对中国 对于所谓的TikTok后面的后台 可能会分享一些资讯 做出一些象征性的 政治上面的喊话 可是其实TikTok到底要不要被禁止 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争议的空间 因为拜登这个 拜登虽然这样讲 可是川普这两天就跳出来讲 川普说他不支持 因为川普就讲说 如果TikTok被禁了 那脸书这个Meta就会变得更有影响力 他并不希望发生这种事 而且川普时代的一些 包括了政府发言人等等都跳出来 有点帮TikTok讲话 当然啦 其实坦白说 这背后都有一些金钱政治 因为TikTok在2023年 你可以去查公开的资料 TikTok在2023年总共花了874万美金 游说 做游说 这是几亿台币的事情 有两三亿台币的事情在做游说 他游说的对象 总共先查了一下资料 总共有45个lobbyers 就是找了45个游说的专家 其中有39个都是前政府官员 旋转门条款之内的 这都是公开资料 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TikTok现在全力的在做一个反击 所谓的反击就是告诉美国的 就是透过这种游说的团体去主打的是 如果去禁止了TikTok 它不是完全没有站不住脚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宪法言论自由的保障范围 如果今天TikTok它已经在做 譬如说它做了德州的计划 它已经告诉你了 我的所有的资料都在美国的云端储存 只是因为你政治上不相信我 这个不能够当作你要我关掉公司的理由 或者是 对不能是这种理由的 你要给我一个dual process 你要给我一个公平的审判 除非你真的抓到 我好像就说这个TikTok所有的资料送回了北京 否则的话我用各种的 你要求的我都做到了 就没有道理 那当然了 这个美国的这个反对TikTok 还是会强调说 这就是有中国的因素 可是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很有趣的 就在美国呢 有一些大企业家呢 就讲说 如果TikTok真的不能运行了 然后它必须它要出售的话 他们愿意接手 换句话说 其实TikTok的商机是无限的 当年好像Oracle就有说过 对不对 在上一次的时候 它现在是Oracle跟Oracle签这个云端的储存 就是跟Oracle合作嘛 那现在有人就讲说 那如果TikTok不能够运行 你要把它ban 那如果TikTok在美国的这个部分 要卖掉的话呢 现在很多企业想要接手 基本上换句话说呢 你说美国的人 美国的企业主接手之后 就真的完全消除了所谓的数据 可能会怪有的疑问吗 你等等 美国自己偷就可以 他们的意思是说 不能是外国势力介入 可是真的 这个话题呢 非常值得 非常有争议性 因为现在变成了 坦白说 如果你进TikTok 某种程度 它真的是违反了言论自由的保障 而且某种程度代表的是 美国现在好像对于自己的科技的管制能力 或者对于自己的这个科技的进步的这个程度 怎么好像没有太多的信心了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人反对说 我们不能够开这个先例 包括你知道在来台湾卖飞机的那个南卡的 他都说 他觉得他到底要怎么投票 他都是有问号的 因为他觉得 这个好像跟长期以来 美国一直在捍卫的言论自由 有点不同 因为今天对这个软体觉得有点疑虑 我们不是应该有各种的方式去调查 他背后到底资料有没有输出 反冲断掉 也不是叫人家卖掉公司 或者是关掉 所以其实这个话题 尤其是我觉得这个对调管的地方 就是我刚刚说的 川普跳出来讲 川普跳出来说 他不觉得这个应该要关掉TikTok 我觉得这个会有蛮大的影响力 因为毕竟川普是要 这个现在是共和党的 不然他你说他是精神领袖 或者是一方之霸也霸 现在川普的这个定调呢 某种程度是跟拜登站在对立面 所以TikTok到底会不会被禁 我个人觉得会把这个话题吵得很凶 可是要真的要把TikTok禁掉 恐怕还有很多的争论 那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现在很多人在讲说 干你针对TikTok 那个Tamu Tamu就是那个拼多多的美国版 还有Shane S-H-E-I-N 这个都有各种各样 Tony资料的嫌疑跟可能性 结果你不进 你他妈就只针对TikTok 我讲白了 台湾TikTok还没有广告获益的可能 美国TikTok是有广告创作获益的可能的 有很多人一个月可以赚一万两万美金 然后他就是拍一些简单的 譬如说探店啊 去吃美食这些东西 那我的意思是 哎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今天 是不是就把 就是我跟你讲 就是他们的TikTok的说法 就你剥夺数百万人的营收 然后让他们一瞬间失去了 小店铺推广宣传的可能 一瞬间失去了做探店 然后赚广告费用的可能 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你跟他讲说 没有关系 我们如果 这个为了国家的自由民主 是需要的 这说不过去啊 而且拜登在这里面已经非常明确的讲 他们只要通过我就签 那所以换句话说 川普就一定站在他对立面了 就是 你只要敢通过 我一定事实抵抗到底 因为坦白说啦 那个TikTok现在已经变成 反叛者聚集的天地 所有反以色列人 所有反政府的人 所有支持川普的人 都到这边来了 那结果你觉得会怎么样 当然就是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冲击啊 那而且 可是我想要问 因为我之前一直看不懂 因为众议院的能源跟商务委员会 是50比0全票通过 400多人里面这个委员会50人 难道没有共和党的吗 难道他耳朵长包皮 不知道川普已经说绝对支持抖音了吗 怎么会还是委员会全票通过 这委员会全票通过 我觉得还是一样啊 就是一个正式上的表态 可是可能大家也都知道 进入到全院审查 这个话题还有在讨论的空间嘛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也没有必要说 我要去做一个这个 好像被人家贴上一个标签 说哎呀你向北京低头 不需要啊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政治的考量 没有必要说 我特别去站在哪一个对立面 真正到了后面才是关键 现在这个只是非常初期的 所谓的50比0也是很 我个人不会有太大的解读 基本上就是顺顺的让他过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讨论 因为我就像我说的 等到这些重要的政治人物表态之后 国会的这些议员还是可以做出一些调整啊 这个哦好啦 黄凡说是先50比0 川普才喊脸书是人民公敌 可是早在那个之前 大家就知道川普挺抖音啊 挺TikTok啊 那这个还要等川普公开讲 然后大家才才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奇怪了 但我要追问 也是有可能 不过拜登自己最近开TikTok的账户 也是很好笑啊 所以我说这个要真的要进啊 这个他知道TikTok很多年轻用户在用 所以拜登最近开了 而且他不只开 他在TikTok上面谈的话题 还是就说硬是要拉近他跟年轻人去 很活跃 讲笑话啦 什么东西的 讲笑话 而且他还有讲说婚姻的秘诀 就是要性生活美满啊 但是这听起来让人家就觉得怪怪的 我觉得 我先细讲几个东西啦 我们把这个东西讲得细一点 大家才明白 第一个当然川普讲说 干掉TikTok Facebook跟Zuckerberg的业务会翻倍 我不希望上次在选举中 作弊的Facebook做得更好 他们才是人民真正的敌人 好 可是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下一个挑战了 就是你要Bidens剥离 中方会不会同意 别忘了 这可能是发改委 或是国务院要同意的 就是你有一个大的国际企业 然后母公司在中国 如果中国不同意 你凭什么跨国要求 他要出售他的业务 干你呀 这是什么 强差民宅是强征民产 是不是 这个我觉得这后面 最近周壽之他们在一直强调的 就是他们跟中国大陆的政府 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变成 我相信现在北京也不会特别去强调 因为他们会强调恐怕就更多 言论自由 此地无因三百两 我觉得现在重点还是说 这个 Tita他现在在美国的这些业务 他有没有办法说服美国的国会 说其实他们真的没有业务的连结 也真的没有资料送到北京 那当然美方的工房 美方就会强调说 你这个就是有连结 然后你就是被背后有人操纵 那你可以从如果真的比较从阴谋论来说 其实刚刚网友也有讲 真的比较从阴谋论来说 就是说那美国的企业就虎视眈眈 准备把这块大饼吃掉 就是透过政治人物把你Tita 硬是把你赶出美国市场 但是你整个平台整个东西 就要卖给我美国的企业 那这样子可以完全很顺利的接收 那接收之后 他就再也不会讲说 你这个有个资泄露的问题 所以当然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阴谋论 是不是有这些企业在后面 真的有这样的在推动说 我觉得Tita这个平台很好 已经建置的不错了 有上亿的用户 我们应该把它吃掉 用钱吃不掉 但是用政治施压 也许可以有 有一点收购的可能性 会不会是这样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后续可以来继续观察 政治人物到底推得多凶 那政治人物跟后面的 企业金主的连结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些都可以查得出来 那个网友红烧胖大海 我好久没看到这个网友 他说朱大知不知道 TikTok这个名字有什么意思 是闽南话玩耍的意思 我听说过这个说法 但闽南话的玩耍是 你TikTok要怎么读成TikTok 这个或是TikTok 但就我听过这个说法 但是这个比较 比较没有办法想象 那所以这就是一个说法 没有关系 这个我们就听了 听了就算了 可是我要再追问 因为当然TikTok一定会一再强调说 我没有分享数据什么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 可是在美国的TikTok上面 出现的一个说法 就美国的那个TikTok app上面 你打开就全版覆盖 然后底下直接一个 call them 就是用你的地理位置定位 要求你打给 要求你打给这个 对方 不是不是对方 就你选区的参众议员 你选区的参众议员 那然后要求他不要 这个 不要投票支持TikTok意愿 那这一个状况呢 纽约时报有报导 潮水般的涌入 TikTok用户 致电美国国会办公室 所以这个时候 第一个 有众议员直指TikTok 胁迫用户抵制法案 靠背勒 以前你们还不是做同样的事情 那第二个 还有一个说法更好笑 他说很多人都是14岁以下 那些那个办公室工作人员 说我们接到很多小朋友的电话啦 你看可见毒害我国 幼儿甚深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妙的地方是 有一些美国媒体 比较传统媒体 譬如说华尔街日报 或者是纽约时报 那 他们说这样子的动作 反而落实了TikTok 干预美国政治的 一个威胁 或是要求 那 翁平你自己在分析 这些媒体的报道或切入点的时候 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我觉得这没有道理啊 因为 基本上 因为他们 因为是不相信TikTok 是觉得TikTok 他后面有这个中资 有北京的介入 所以做这样的事情 变成了一种 好像是影响了美国的 那个 这个民众 可是在美国所谓的 Mass Line 就是所谓的群众运动 或者是所谓的抗争 你早前的脸书 或者是任何的媒体 社群媒体 都有这样的宣传 都是在呼吁 你做的所谓的请愿活动 或者任何活动 都是这样子操作的 都是希望 都是透过你所在的地方 找到你的地方 然后呼吁你说 你跟在地的民意代表 来做联系 任何的请愿 任何的抗争 任何的公民投票 复决 加州的复决 都是一样的 都是透过你的这个位置 来要求你 来给你这样的建议 所以就像我说的 我觉得这是 这个是 我不能 就真的是御加之罪 就是你不相信TikTok 所以你觉得 他这是在干预美国 可是任何的事情 在美国任何的请愿 任何的抗争 做的事情同样 都是一样的 就是希望你有更多的人去呼吁 那你要再讲说 都是不到 不到未成年人 那某种程度 是啊 因为他使用的 使用的群体 就是 就是未成年 可是未成年人 他就不能够表达他的意见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在美国 任何人都可以表达意见 如果今天不是TikTok 如果是为了脸书发生 为了Meta发生 是不是就没事 所以还是一样 回归到 因为现在TikTok 在美国变成一个 非常争议性的 就觉得 有些人就打从心里 觉得TikTok 就是一个 北京介入美国 或者是搜集美国资讯的软体 必须要进 你如果从这种角度来说 任何TikTok 所发起的运动 或任何TikTok 想要做的事情 都有嫌疑的 就像我说的 其实TikTok要自保 我们就说 它是一个美国公司 美国公司要自保 它要做的事情 一样的 它就是在地 需要人家去打电话 给在地的国会议员 要求他们 为那个公司发生 只不过今天的TikTok 看来呢 很多的媒体 已经是先入为主 觉得他们就是有问题 所以我们只能说 当然 到底实际的状况 有没有什么证据 拿得出证据来 强调TikTok是真的 哇 北京操纵了 习近平说了 就是说什么 谁说了算 那我觉得那没问题 那要进都可以 可是现在越来越有这种感觉 就是这就是一个政治上面的考量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妙就妙在 双方都说 你这样做错了 你这样做不对 可是双方还是照样 火车对冲 冲到这个时候 那我觉得对TikTok 我是站在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 因为我坦白说 我跟你讲 以前我们很爱玩的 有没有 那个TikTok翻三次之后 会看到什么东西 没有 这个我现在 三次 再也没有奶 也没有跳舞 也没有妹子 妈都是什么 开盲盒 大型仓库开盲盒 然后 这个 追忆七龙珠 你看 还有拜登 在讲话 说什么小 叽叽歪歪的 再也没有给我什么东西 而且最鸟就是 反而最暴露的是 那个coupon 就是库棚 在台湾集货的 那个封面 它是一个内衣广告 我想说我买内衣干嘛 然后 就是 我真心觉得 我还翻到我们两个人 自己的直播 真开心 麻烦 抖音要听到 我们正在帮他讲话 好不好 这个 就是我现在帮抖音讲话 已经不是因为 什么 他给我看很多奶妹 或者很多清凉的东西 没有了 我他妈翻一百次 大概一百次 里面一次都没有 全部都是美国政治 那个 The Daily Show 美国的脱口秀 然后全部 看都看不到了 那 结果我现在为什么帮他讲话 是因为 我反而在那边看到加萨 看到以色列的状况 看到不一样的 内容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 variety很重要 言论自由的多样化 是很重要的 而且 我坦白说 TikTok在这个时候 开始做很合理 因为再不做就太晚了 法案通过之后 165天之内 还可以提出诉讼 而且 再可以继续往下走 那所以 我觉得 应该这么说 要先 让 言论自由存在 而不是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看 黄凡就贴了 他说这个是因为 这个 这个什么东西 好 这个是外国势力 影响数据安全 只是借口 Fox的老总 Murdoch也是澳大利亚人 TikTok禁令的原因 更多是因为 这是独立于犹太势力的 媒体工具 导致这是在巴以冲突 或者说哈以冲突 把以色列国防军的恶行 暴露得太广泛 所以被某些人盯上 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嘉义说 台湾的诈骗嘉义 今早被叫醒收包裹 原本高兴是猪脚 家人亏我 终于愿意接受新世界 竟然是网路购物了 还帮我付款 千万不要 没有货到付款 他妈 我们没有做货到付款 你都先付了 叫你家人 现在不要接收 货到付款的包裹 我们一不知道 我们这边 光是讲这个东西 就一堆人受害 有很多人收到一条洗面乳 付了一千块 那么夸张 然后很多人跟我们抱怨说 以为是猪脚 猪脚 没有货到付款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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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请大家知道自己 的下单的状况 好不好 这个顺带一提 我们置顶的那个 哈尔滨水饺 我最近在卖哈尔滨水饺 已经卖了大概九千颗了 那但是 这个哈尔滨水饺 目前呢 仅剩 我看一下 仅剩四 四组 卖完就没有了 老板娘要休息 所以各位 如果你还有空 去买那个水饺的话 就四组把它买完 就算了 好不好 这个 哈尔滨水饺 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哈尔滨 号称 东北最爱吃水饺的一个地方 所以什么东西都可以包进去 所以有 人生掉皮屋拉草 不是 人生掉皮屋拉草 他包青椒 然后包胡萝卜 就红萝卜 然后包那个一整尾虾子 跟把那个虾肉 剁碎 跟猪肉馅放在一起 还有放玉米 所以在台湾 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口味 他那边都有 而且他是手工包的 你能想象有一个人在那边 手工包九千个饺子 只有我们下了单的关系吗 手工听起来就特别有趣 好不好 我赶快再念一下斗内 这个坏掉龙九说 请支持双子荧幕挂灯 担任阿努巴老猪活动 并按赞分享家社群 迎集吴德正媒 请问乌云加油打气 然后大家可以来 好好的聊一聊 希望他身体健康 黄凡说 看知乎上的消息 欧美拿不出资源 乌克兰的15公里 炮弹之际俄罗斯军队里 出现多张 疑似东方某大国特有的 122公里跟152公里 塑料弹药箱的画面 万一买到大量市场物资的俄军 在春季翻江 翻江期结束之后 要搞什么大动作呢 这个我是不知道 但是那个不一定是 东方某大国 也有可能是 东北亚某大国 因为不是中共做那个 北朝鲜就北韩 也有做嘛 Tony谢谢你的 这个送一个会集 那Kimi误说 朱大跟学长武安 请学长一起支持 担任阿鲁巴 黑色瑜伽库的朱大 好祈祷加萨跟乌克兰 能早日停火 干这个屁事 好哈哈说 朱大翁P加油 小斗上课费 希望朱大跟翁P 和本台铁粉平安健康 大家按赞分享 愿台湾和平永保 言论自由 刘冠超说 如果真的被禁 以后大洋彼岸 需要了解自己的祖国 会不会让美国人民 开始翻墙 这个也蛮有趣的 对啊 抖音如果被禁 就糟糕了 牵牙旺说 开心又看到朱大翁P直播 谢谢朱大支持陆沛 我觉得这样讲 我不是特定支持 哪一个族群 而是人皆生而平等 如果俄配 日配 韩配来台湾 多久可以入籍 陆沛也应该一样 你不要跟我讲说 有什么敌国问题 那如果你觉得 有什么敌国问题 那你不要让他入籍啊 你不要让他参与 你的法律流程嘛 你又要让人家入籍 又要说不行不行 但他时间比较长 这个就是提示 这个 不 这个就是歧视 歧视 就是歧视 老子就是反对歧视 怎么样 啰嗦 好 这个 翁皮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 就是你刚刚讲的 芬兰瑞典 都加入了北约组织 瑞典首相 这个 Chris Thurston 克里斯特松 在美东时间7日 前往华府递交最终文件 我看到他还在国情之文里面 被点名说 来来来来 这个是瑞典的 这个首相 我们站起来 大家给他一些掌声鼓励 可是瑞典以前是 永久中立国 中立国 对 那这个怎么 怎么搞的呢 瑞典 他还 拜登还说 瑞典跟芬兰的加入 意味着有两支 强大的军队入盟了 北约秘书长 Standberg 发表声明指出 瑞典的加入 使北约更加强大 及安全 瑞典也更加安全了 这个 汪P怎么看这件事情 瑞典的加入 确实是更加的 让北约更加的强大 因为瑞典有 海军还蛮强的 而且瑞典在整体的 世界的国防的 这个实力排名 还蛮不错的 二十几名 那他自己本身 虽然他是永久中立国 可是他并没有 待乎他的国防 所以对于 你要知道 相较于 北约的其他国家 北约现在加入瑞典的 三十一国 就相较于 北约这三十几个国家 除了美国这些 抢法国 德国这种大国之外 其实这些 很多里面的 像波罗地亚的国家 他的军事实力 并不是这么的强 很弱 而且他 真的是蛮弱的 所以瑞典的加入 如果你从军事的准备来说 确实是变强了 那再加上瑞典 他在波罗地海这边 这个区域当中呢 他的海军 他的这个海上的 这个作战的能力 确实是有帮助的 对于防范 未来有可能 俄罗斯真的就有 再扩张的可能性的时候 瑞典是有扮演 一定的角色 所以瑞典的加入 会有差别 但是呢 我们也要反过来说 就是瑞典加入之后 对于俄罗斯来说 那是不是更大的威胁 那面对了比较大的威胁 现在北约更强了 也许短期之内 因为乌尔战争 他必须要 这个韬光养晦一阵子 可是不能够排除 因为北约变得更加的强势 这个肌肉越来越大快 所以俄罗斯也必须要 更加的穷兵独武 做好任何的准备 甚至未来可能 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也会提高 这种 其实这种问题 就是在国际政治当中 我们说到的 就是当你出现 军备竞赛的时候 风险并不会 因为大家好像 肌肉变得很大块 所以就降低了风险 相对的 如果出现了军备竞赛 很有可能 就会出现 某一场战争之后 大家才会想到说 哎呀 其实我们肌肉都那么大了 打了一仗 其实大家损失都很重 所以稍微休息 我们在讲的是 因为世界 其实 虽然有乌恶战争 虽然有以他冲突 可是看起来很多的国家呢 在目前这个阶段 好像觉得 应该要用 要用更强化军备 来降低自己国家的风险 但是就像我说的 当所有的国家 都在强化军备的时候 这种擦枪走火 不小心碰到人家 不小心介入到别人的区域 这种可能性就会上升 这也是为什么 我会特别担心 不管是台海 或者是世界的各地 事实上 现在的这个风险的程度 都在上升 不会因为战 不会因为有战争 或也不会因为有 这个大家都开始准备军火 就变得比较安全 恰恰相反的 那瑞典加入之后 我觉得整个北约 实力增强了 可是同时 也让 可能俄罗斯 白俄罗斯 或者是 有一些国家呢 会更加的觉得 他也必须要 把自己的实力增强 谁来做决定 未来会不会再有 其他的战争 我觉得这个风险 反而变高了 没有 因为其实 2021年的时候 瑞典本身还反对 加入北约 那就表示 如果没有俄乌战争的话 北约根本收不到这些人 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 芬兰早早就 去年就加入了北约 可是土耳其跟匈牙利 没有 因为北约的加入 必须要全员同意 所以讲白了 之前乌克兰不能加入 就是第一个 没有全员同意 第二个 他的贪腐状况很严重 所以北约觉得 你跟我一样 不qualify 就跟欧盟当年一样 你随便找了一个希腊进来 结果 全欧盟为了替大家还钱 还到快破产 那 土耳其跟匈牙利 delay了瑞典的加入 但是后来 他们为什么又 又同意了呢 是有什么新的条件 这个就是最近一直在讨论 就是土耳其跟匈牙利 他们到底换得了什么 其实北约 事实上北约组织 或者是美国为首的北约的组织 一直都希望有更多的国家可以加入 说穿了 就是每个国家都 分少一点成本 各国多一点国家加入 他成本当然降低 就是为了安全 维持安全所分担的成本就降低了 所以北约组织 大部分的国家都希望他们能够加入 可是土耳其跟瑞典 土耳其跟匈牙利 事实上就是抓准了 如果大家都希望这两个国家加入 那我其实就要找各种的理由 去稍微的做阻挠 不见得是要完全阻挡 而是稍微做阻挠之后 我就可以换得好东西 所以我刚刚有说 美国其实对土耳其 土耳其亚多安在这一波操作当中 他得力很多 美国实施不愿意卖的军事武器 现在都愿意卖了 F-16 现在也卖了 拜登自己都下令 自己都强调说 国会要让这个土耳其 军售土耳其案通过 那对于匈牙利呢 匈牙利是被威胁的 匈牙利不愿意 不愿意放行这两个国家 可是他被北约威胁 如果你不放行这两个国家 那我在这个包括给匈牙利的贷款 我就要抽银根了 简单讲 所以匈牙利就必须要做出妥协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是 北约目前你要说真的团结 团结在一个什么基础上 团结在一个大家都觉得 如果有更多国家加入了 我们比较省钱 我们比较安心 所以这是一个北约组织的共识 少部分的像我们刚刚讲的 土耳其跟匈牙利 希望从中得力 匈牙利相对来说 土耳其得力的比较多 匈牙利得力比较少 反而是被威胁 可是不管怎么说 现在看起来 北约基本上就是要让这两个国家放行 那你说匈牙利也很妙 匈牙利的总理 Victor O'Bain 他怎么做呢 他就在这个周末 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他跑来美国 不见拜登 他去见川普 他去见川普 很妙 他基本上就告诉你说 我可能展现就是我不爽 那我已经力挺川普了 反正川普当选之后 我更不跟你拜登来往 不过当然了 这是我们自己的揣测 但他确实是来到了美国 然后他确实跑去见的是川普 这个新闻都有 而且双方很高兴 就是川普也大赞 相谈胜欢 也大赞这个 相谈胜欢 也大赞这个是 这个很不错的领袖 所以总而言之 其实有一些这个角力 大家这个互相的 都是做出一些政治上的表 政治上的表态 不过这个 修雅利这个 修雅利的总理 跑到美国 不见现任总统 这件事情是确实是蛮特别的 那所以现在的 应该这样讲 全球分裂的状况 很严重 但美国分裂状况更严重 Super Tuesday已经结束 那个Super Tuesday 那时候你在台湾嘛 对不对 两者一投完之后 本来就知道的事情 就只是更确定了 那川普就在Vermont 输给Nikki Haley 然后拜登也就输掉 美属萨摩亚的党团会议 所以川普跟拜登 就接下来一定是 他们决战了啦 那可是有一个问题是 美联社的跟这个 美国民意研究所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 民调显示 广大选民认为 无论是川普和拜登 都没有能力在领导国家四年 另外一方面 两位候选人的弱点 也呈现出来 第一个 拜登因为以色列议题 数以万计 民主党人在初选 选择 无偏好 或者不承诺 明尼苏大州开出将近 五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的 不承诺选票 而川普的问题 是在于 Nikki Haley的很多支持者 都表示 11月不会支持川普 那这个状况 怎么办呢 先讲 已经百分之百确定了 因为我最近又看到 那个什么 John F. Kennedy Jr. 就是小 小约翰 也推出他的独立竞选的广告 但是除此之外 这两个人弱点 跟他们的接续的状况 会是怎么样呢 请翁批为我们分析一下 事事无绝对 因为这两个人年纪都很大 所以光是年龄 就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你怎么知道 到底会不会一切顺利 所以年纪对两个人来说 都是很大的挑战 那当然对于稍微年长的 拜登81岁的拜登 那当然这问题就更大了 那对川普来说 他的很大的一个变数 是川普其实财务压力很重 因为他在最近的 这些司法的判决 虽然不会影响 他的这个参选的资格 可是他真的要赔不少的钱 那不管是司法的 这个诉讼的费用 还是他真的被判决 要赔给别人的费用 事实上这个金额 是非常庞大的 那会不会影响到 他的选情 因为毕竟他去募款的钱 不能拿来做 因应他的支付 他的司法备用 也就是说 他沉重的这个压力 会不会导致 他在竞选过程当中 可能没有办法 全力思维 这都可以观察 那当然了 其他的 其他的变数 就像我们说的 还有 你刚刚讲到的 还有一些 这个独立参选人 可能因为这两位 真的是太年迈了 所以独立参选人的出现 也有可能导致 这两位的竞选出现了 比较大的变数 因为独立参选人的出现 他会连带的导致在摇摆州 会不会出现一些 关键的摇摆州 这个本来预期由谁获胜 但是翻转了 或者是有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基本上 共和民主两党提名 应该就是这两位 资深的政治人物 可是如同我所说的 年纪的问题 川普的财务问题 还有会不会有第三个 所谓的有影响力的第三个独立候选人出现 都会有差别 但是最可能的情况 还是这两位就是 重新再上演一次2020年的大选 只不过今年2024年 恐怕啦 因为大家都也没有什么新鲜感 所以投票率恐怕会比 过去还要再更低一点 那如果这样讲 刚刚有网友讲说 这是一场看谁先摔倒的比赛 但是两边就老人啊 那而且其实真的 所有的民调里面都显示出 大家都觉得 他们两个太老了 老到没有办法 可是独立参选人 我们这样讲 多讲一下好了 这个汪P自己觉得 独立参选人脱颖而出的机会高吗 不可能 在美国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他还有选举人团制 所以独立参选人 基本上不可能 不可能胜出 可是独立参选人 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 做出 对选情做出影响的 譬如说当年的 德州的大亨 裴洛 这个 佩洛 佩洛他就真的是影响了选情 因为他影响到了 他没有拿到任何一周 可是他确实是影响了 在一些州里面的一些胜败 所以独立参选人 他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他真的很强 或者是如果说 美国民众对这两位资深的政治人物 非常非常失望的话 我刚刚说了 在摇摆州 关键的摇摆州 譬如说北边的密西根 威斯康星 宾州 乔治亚 还有这次可能亚利桑那州 在这些摇摆州当中 如果有独立参选人 可以真的影响到某一方的选票 那就有可能对摇摆州的最后的结果 出现一些变化 但是独立参选人自己 不可能会 基本上没有可能会选上总统 拍电影一样的 但是会影响总统大选的选情 选举最后的结果是有可能的 那我记得翁P讲 好像你在台湾开会的时候 还一边在偷听 那个State of the Union 国情之文 那纽约时报也有相关的报告 他说这一次 共和党人抱怨说 这个拜登是不是咖啡喝太多 是不是喝了Red Bull 不然怎么在那边鸡猫的喊叫呢 可是他不这样鸡猫喊叫 你又说他垂垂牢矣 又说他没力气 这个真是很奇妙的状况 这个迷途小书童说 想吃穿着吊带黑丝高跟鞋的老猪 亲手包的水饺 为生病的乌云起 各位黑丝老猪听众祝福打气 晚上再捕翁P这堂课 好 所以王平你自己听完整场State of the Union 我也听完了 我一边走路一边听 你的感想是什么 我的感想就是他辛苦了 拜登就是尽力了 尽力了 就是说首先是 我的感觉是他已经尽力在表现 他还是很有活力了 而且他也尽力的把这个稿子 写得比较 感觉起来他想要贴近民众吧 而且讲到了一些他觉得有办法跟川普做出区隔的一些议题 从内政到外交 内政上面他特别讲了这个堕胎嘛 就最近在民主党也是一直主打的所谓的堕胎的法案 所以他也找了德州的这个妇人 还有阿拉巴马州的做人工生殖的这个妇人 都到了State of the Union的现场 他所主打的就是女权 他认为说女权是很重要的 想必他是觉得说这场所谓的堕胎法案 堕胎权利这个部分必须要跟女性来做连结 所以借此可以透过就是说强调女性是有自主身体的自主权 女性应该有这个权利 然后在人工生殖上面也在强调是说应该不应该要这个剥夺人民 想要争取所谓的人工生殖的权利 所以透过这种议题拜登想要呈现的就 我要去争取一些女性的选票 那同时拜登也在竞选在这个国情资文里面也讲到了 一直去强调这个他的前任 他都没有讲川普 可是他一直强调他的前任 做了很多违背了美国的道德 美国的这个传统政治政治的这个良知的事情 其实他这场国情资文基本上就是一个宣战 就是一个这个共和民主两党这次竞选的演说 是毫无疑问的 只不过呢 拜登讲到了一些事情 包括了像是外交政策 讲到说对于以色列的支持 拜登讲的还是一样 对于巴勒斯坦要做人道救援等等 可是就如同我们所说的 他这个已经在民主党内都有很多的质疑 所以国情资文里面再去强调说 美国会极力的去提供各种的人道的援助 反对他的 甚至民主党内对他不满的 觉得对巴勒斯坦太残酷的 这些人恐怕听了国情资文之后 恐怕还是会觉得说 那你还是做不到吗 你还是听起来 你还是要继续支持以色列吗 所以这个恐怕很难加分 另外呢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认真去听的话 但美国的媒体没有特别去关注这个话题 对美国来说这不是太大的事 可是对我 我听到的就觉得很严重 什么严重呢 就是他讲到了所谓的产业的问题 他讲到了这个美国的产业 必须会把 基本上就讲说产业 美国还是可以成为制造业大国的 美国还是可以把晶片 晶片在美国制造 其实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他还讲到了 我听到这个我也是觉得很妙 他讲到了说 你看我们 我们这个创造了那么多年薪十万块以上的工作 在晶片产业里面 创造出很多年薪十万以上的工作 然后都不需要有大学学历就可以做到 那我就想说 拜登总统啊 你不知道问题就出在这里吗 亚利桑那州之所以台积电找不到合格的劳工 因为没有大学学历 就是在于你讲的这个嘛 就是你觉得只要把劳工放到晶片厂里面 就自然可以有十万年薪 台积电就是吃亏在这里啊 他就必须要设立所谓的training program 来帮助你 在这些没有大学学历的这些劳工身上 进行一些训练 我们在台湾的台积电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这个位置 你在台积电你要进入到生产线 你都要大学毕业啊 可是在美国拜登公开的讲说 哎呀这个不需要啊 年薪十万 不用大学毕业 都可以进到这个晶片晶片的生产的工厂 产业这个生产线上 其实就像我说的 美国的媒体不会特别针对这个 美国可能还会觉得说 啊这是一个德政 可是在我看呢 我就会觉得 这个就是为什么台积电 或者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半导体产业 要特别小心 而且台积电会吃亏的原因 就在这里啊 摆明了就告诉你说 我我我我就是要我就是要你韩国的三星来设厂这个台湾的台积电来设厂 然后美国的劳工都会有工作机会 那当然这也是我刚刚说的 而且他中间我注意到一点 他还直接在那个 Roy vs Wade 就是那个 堕胎拳那些 他直接呛大法官 镜头还带去底下做那九个大法官 然后大家都面无表情 反正他们也不会站起来鼓掌 你觉得这个东西 对因为 就是这样子嘛 那他们工作是坐在那边 那 可是他直接挑他们出来打 你觉得这个有效果吗 我觉得就是满足自己的支持者 可是我比较觉得 我觉得蛮妙的就是说 因为他的支持者现在也变得很少了 所以当然了 他的气势上面要把他压过 可是其实我觉得效果是很有限的 你想到这个 罗素伟德这件事情 对 这个他就是在讲说堕胎权 就在强调女权 然后他针对大法官就说 哎呀大法官你们去推翻这个罗素伟德 这个到时候美国人民的 因为他里面讲到说 这个大法官 大法官的判决里面 有用到说 哎呀女性其实 他的这个政治权参与权 都有受到保障了 所以不用 就说不用 好像执着于堕胎权 那拜登就反驳 就像你刚刚讲 拜登就反驳 他说那你就 你们这些大法官呢 马上就会见识到 女性是如何用他们手中的政治权力 来向你们提出抗议 所以是蛮 确实是蛮强的 而且有针对性 可是我觉得 真的要去拉抬这个效果 在进步派的空间里面 在进步派 就在女性的这个范围里面 在某些非常强调女权 女权的这些组织里面 可能会得到蛮正向的评价 但是 但是 因为整体来说 拜登的这个表现 或拜登的背信任度 并不是太高 所以我就说了 就是同温层里面 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回响 可是真的要有 选战的 选举的扩散效应 我觉得蛮困难 不容易 那就大家各自表演 各自的角度 就跟上周 大家一起去德州 是一样的道理 对啊 双方都记得的时候 这个赵春山老师 因为你 他发表这个言论的时候 你刚好在台湾 赵春山表示 近期他接受访问 称如果大陆这时 对台动武的话 他不会觉得意外 但他要澄清 并不是表示说 现在中共就要动武 而是如果这次金门事件 处理不好的话 就不排除 那现在两岸关系 这么紧张 虽然国民党选输 在此环境下 人非常重视 国共交流的管道 这点让他非常欣慰 而且未来要促进 两岸的和平发展 国共这个管道 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 赵春山强调 他们住在上海的 和平饭店 是对方刻意安排 其实和平饭店很老旧 你住进去就知道 那个是百年饭店 并不是特别舒服 但是因为最近 因为繁花的关系 所以变得很high 那国民党 接受九二共识 两岸就有对话 两岸有对话 就可以避免误判 就可以避免擦枪走火 两岸就有和平 但是 赵春山讲 反正一讲到 惊吓事件的时候 气氛就变得严肃 那翁P自己 回来台湾一阵子 然后在美国也看到 海巡跟对岸渔民的 发生这个事件 你怎么看 往下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事件双方 美中台双方 大概都不想要把 这件事情扩大吧 当然了 这个我们台湾跟 跟大陆 或者跟北京这边的协调 不是很顺利吗 因为台湾的政治人物 好像都把政治操作 大陆的这边 在这个协调当中 我在台湾的时候 他们就破局 几次对话破局 那当然就会有人 觉得很紧张 可是我呢 我反而觉得 没有这么的紧张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看整个大 国际的大的局势 北京现在 它是一个大国 它在操作的大国外交 绝对不会因为台湾 我们讲很不客气的 台湾真的相对于 很多的重要的 国际事件来说 从北京的眼中 它不会是一个 它有情感因素 但它不会是最重要的 好像台湾发生什么事 我一定要去做回应 马上要回应 其实真 我个人觉得真不会 也就是北京 它面向的是 怎么样跟美国 在国际舞台上面 竞争这种reputation 竞争它未来大国的位置 所以真的 在目前国际这么混乱 反而我觉得台湾呢 短期之内 没有这么多的 反而没有这么危险 因为还有几个重点 因为520的就职演说 以及11月的美国大选 这个恐怕才是 北京真的要看的 那真的 这两个再选的话 北京要看的是11月5号 就职演说 只要你不偏不倚 不要太夸张的话 北京大概也是 嘴巴讲一讲而已 也不会真的做什么样 太大的动作 那我必须要在这边讲 就是 我坦白说啊 就是说赵春山老师 我们都认识也很尊敬 我觉得国民党 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国民党总是 夏副啊 赵春山老师这些 这个对于一般台湾民众的感受 就是还是同一批人嘛 然后你们不是民选的 民选的政治人 到底你们代表的是什么 虽然我了解老师们 或者是这个夏副主席 他们都是一腔热血 希望可以扮演刹车评 可是真的 我觉得国民党如果真的要去扮演刹车评 请带一些年轻的刹车评 我这样讲 真的是 真的是必须的 因为当 当他们去扮演刹车评 在美方的 在我在华府这边听到的消息 基本上的评价都不是太正面 原因是因为又是这些人 他们常常去 虽然他们的关系很好 或者是沟通的管道很顺畅 可是美国不了解啊 外界不了解 台湾民众不了解 台湾年轻世代也不了解啊 你如果没有办法 带上一些比较新的面孔 我当然不是说我 可是我是说 有没有办法有新的面孔 能够带去 让大家觉得说 甚至是民选的人 民选的一些民意代表 或者是至少贴近民意的 要跟着走 不然的话 苦口婆心 只会让大家觉得说 哎呀那你们就是 你们就是可能亲中 所以你们会担心 我们年轻人不怕啊 我真的觉得 我是真心觉得 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担忧 因为大家 他们看到了这个两岸 这个关系处理不好 沟通跟以前很不一样 他们看见了有深层的担忧 可是我也看到了 深层的担忧是 永远都是同样的形象 对于国民党 或者是对于 在野阵营来说 真的他可以 还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吗 还是说他在 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两岸关系会变比较好 他做了 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台湾民众会感激吗 年轻世代会感激吗 我觉得有的时候 政治上面的考量 几次的选举下来 我真的真心觉得 国民党的长辈们要思考 国民党的长辈们 永远都是觉得 好像 好像这个 不行 我一定得做什么 我同意 有一些有经验的 这些管道都要维持 可是拜托要有一些换 拜托要带一些人出 要一些新人出现 这个太重要了 不然我们在DC听到的消息 都不是 真的不是很正面 当然了 我人为言轻 可能他们会讲说 哎呀 你这个 这个矛头小伙子 你哪懂啊 我们认识的人这么多 他坦白说 我们真的 真的是比较 我真的是比较 我反而是比较担心 两岸不会出现什么兵凶战危 但是 整个在野阵营的形象 因为这样子的 刹车皮的角色 反而更没有办法 得到支持 这是我们感受 非常强烈的部分 我觉得其实 你讲的话 你知道蔡振元博士 讲过跟你一模一样的话 他的意思就是 国民党每一次 都是跑去帮民进党插屁股 民进党惹出了死众 你就跑去那边说 好好好 都我们来 都我们来 问题是你插屁股 也只是插屁股啊 你不能够阻止对方拉肚子 那你不能阻止对方拉肚子 你跑去那边热脸贴冷屁股 就没有人瞧得起你 就没有人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可是他们还是想不通 就觉得这是一个独门生意 这是一个独占的生意 可是我觉得不懂的是 国民党难道现在也懂两手策略了吗 之前侯友宜跟赵大康已经把九个共识 讲死讲绝了呢 他们已经说自己完全不接受九个共识了 那你要怎么样子再去把这个东西拉回来 我真心不能理解 国民党现在是怎么样 大家还要享受这个国民党的国共领先优势吗 有什么优势呢 你今天选举也选不赢 人家给你都是扎扎仔仔一些 怜悯性的那个面包屑 那你这样子 我真的不明白啦 我不知道翁P自己 有没有办法想象这些老人在干嘛 也许他们自己有利益啊 可是我们没有分到任何利益啊 那这个到底 没有我觉得 首先是这个赵先生跟这个 侯市长他们在选举的时候 他们讲的是宪法九二啊 就是说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的九二共识 那不是只是 不是只是含九二共识 而是非常强调的是 要有中华民国才会九二共识 那顺序要调过来 那我个人也是觉得 就是你跟 跟北京在做任何的谈判 首先我觉得 整个国民党的形象就是 就像你刚刚讲的嘛 一直在做刹车皮 然后同样的都是一群人 我真的觉得这个要去做调整 那就是国民党高层的问题了 那除了这个调整之外 还有中华民国宪法 你要站得很稳啊 刚有朋友说什么 什么好像大家不在乎 年轻人 不是不在乎年轻人 是有没有办法跟年轻人沟通 让年轻人了解 到底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 是什么意思啊 一个国家本来就有自己的宪法 中华民国的宪法 一直都在那里 没有改变过 那为什么现在国民党 也不敢去把中华民国宪法 好好的讲清楚 为什么 这是国民党很大的挑战 这也是台湾的年轻人 要去认知的问题 你可以不喜欢宪法 你可以改国号 你只要在民主的制度当中 你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那你要说服大家 如果今天不要中华民国 OK 你要过50% 加1票的人觉得说 我们就要台湾共和国 OK的 但是你要能够做到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现阶段就是 他就是叫中华民国 他现阶段就是 没有人感动 内部中华民国宪法 既然是这样 那你就应该勇敢的讲出来 中华民国宪法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你可以说中华民国宪法 一中框架你不喜欢 我就说了 那你要有本事拿出新的 没有本事拿出新的 又不敢坚持捍卫 他的中华民国这部宪法 这就是现在台湾 最吊诡的地方 国民党不敢用力讲 然后年轻世代也搞不清楚 然后就觉得说 哎呀 讲中华民国很丢脸 我其实我真的是不懂 就算是在美国也是捍卫 任何国家都是捍卫自己的宪法 我一直在强调 如果自己都不敢 自己捍卫自己的宪法 今天不管是中华民国 还是台湾共和国 都一样是被人家小看的 相反的 如果你愿意喊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中华民国宪法捍卫着 你跟中国大陆在对话的时候 一样啊 中华民国他就是存在的 你愿不愿意接受 不愿意接受 那就下一步嘛 那不愿意接受 看要怎么办嘛 在不打仗的情况之下 你想要怎么办 那如果想打仗的话 我们想要怎么办 其实很多事情 诚实面对就可以了 都可以说 只要是能够 只要是能够 mentionable 都是可以manageable 只要能够谈的 都可以管理 只要能够manageable 都可以避免战争 都可以避免争执 但是重点是 现在连mentionable 都不敢 连讲出来都不敢 这是我觉得最大 最特别的地方 在台湾大家都自己骗自己 那更不要说骗两岸 没有 我觉得真心很荒谬的就是 我今天早上在翻tiktok的时候 我看到有两个年轻人 但性别我忘记 因为我翻过去就跳过去 他们在评论马英九 接受德国之声的访问 他说 马英九说 There's no way we can win Mandland China 然后这两个 傻逼 我真心承认他们傻逼 他们回到他们的画面说 我们没有要赢 我们只是要守住台澎金马而已 我不知道 到底什么样的教育 交出这种愚蠢又无知的废物 为什么 有这么天真的人 觉得假设对岸要入侵的时候 你只要守住就好了 守几天 一天吗 两天吗 七天吗 十四天吗 连马英九讲的赢 是你根本连守都守不住 你甚至没办法把人家打退 或者是登陆失败的东西 都不知道 他说我没有要赢 我们只是要守住而已 我看到这种内容 我都觉得 你在开我玩笑是不是 我跟这种人一起活在台湾 然后他们天真的以为 我们只要守住台澎金马就好了 哇靠 讲很简单 守住 其实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守 所以我就说 现在台湾 就是说在台湾 就是大家都是在一个 很理想的一个状态 就是用嘴巴讲就好了 然后呢 如果 然后也不讲实话 就是大家 你看从立法委员都在讲 对不对 都是这种虚幻 虚无缥缈的认知作战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军团的 就说从上到下都是这样 那年轻是在如何得知真实的状况呢 就是真正的状况 我们不要讲 好像兵凶战 为大家恐吓 恐吓大家 可是连一般的这种 就像朱大李刚刚说的 守住 什么是守住 怎么守住 军事上吗 还是经济上吗 经济上守住 台积电一直往外跑 你有没有办法守住 你谈到了什么回来 就是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可是大家不愿意面对现实 天天都在讲理想 我们台湾怎么样 我们台湾No.1 面对现实很重要 可是很无奈的 这不只是这个可能执政党不喜欢我们这样讲法 老实说连在野党也不喜欢你这样讲 我也是很不讨喜 在国民党内 国民党看我也觉得说 哎呀你讲话这个太直白 也不是我的人嘛 我真的深刻的觉得很无奈 真的是很无奈 只能说我们就尽量的做 尽可能的做乌鸦吧 就该说什么说什么 有谁听到 能不能有共鸣 就看大家的努力 多吃点哈尔滨水饺吧 对我们现在已经卖到是两组了 大家赶快买一买置顶的地方来一来 我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聊一下加萨吧 因为美军现在开始做空头 空头本身是一个很北蓝的状况 因为空头价格高 运量少 那而且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精准的空头 通常是拿来针对unaccessible 那种高山密林 或者是与世隔绝的沙漠正中央 来做空头的 那结果你在加萨做空头 不就表示了你美国也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区域吗 而且被人家骂了半死之后 拜登在国情咨询里面 我如果没记错 因为他说要让他新建一个临时的港口 我们不会踏上 这个 我们不会踏上加萨的土地 但我们会用大量的运补 来让加萨有足够的补给 好等等 Sandy10讲那个东西 我实在是很想要回应 Sandy10说没有 有些人是抱持着开打的话 能带一个对面的走就是赚 没有 你根本连解放军的脸都看不到 你要怎么带对面走 揍杀吗 哎呀 让我使出火影的第五代之术 根本没有办法 好不好 真是的 你带一个对方的走 妈你连身边的同事 每天看他上班觉得很不爽 你就带不走了 你还想要带解放军走 想太多 但是我的意思说 美方现在在加萨的立场 到底是什么 到底要怎么样 这个是一个很怪异的状况 又掀空头 没有用被人家骂 然后现在要盖临时的港口来运补 那到底对拜登来讲 接下来要怎么走 这些都是亡羊补老师 但真的都是大家会更加的质疑 就是美国政府 尤其是拜登团队现在的做法 因为现在在加萨 为什么要做空头 就像你说的 进不去 然后确实有非常大的人道的危机 那拜登既然知道这是人道危机 最应该做的事情是要想办法 让纳坦雅胡的政府愿意停火 对 可是他不做这件事情 或做不到这件事情 所以才会变成要空头 可是这也导致了大家 这个真的是大家 就是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 会去质疑他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如果说你要用空头 如果你在这么 你如果真的在乎 这么在乎人道 人道的原因 人道的援助 那你在联合国安理会 为什么要三次的否决 否决要求这个 纳坦雅胡 要求以色列停火呢 你有各种的理由 其实大部分的国家都会觉得 这个理由太牵强了 其中的理由之一就是包括了 我们现在已经在跟 纳坦雅胡政府谈了 我们已经在沟通协调这个和平 这个停火的协议了 所以不需要在这个时候 再去谴责纳坦雅胡政府 这没有道理的 所以他的国情滋味里面 虽然讲说要开港口了 然后要在要空头物资 事实上这些动作都在在的凸显 现在的拜登团队在所谓的以哈冲突当中 越来越越来越这个站不住脚 那拜登也对 所以纳坦雅胡下了最后通牒 他的通牒是 你绝对不能跨越这个攻打拉萨的这个 前这个这个红线 而且3月11号就是明天 就是台湾直接已经今天了 就是礼拜一开始 灾结月开始了 那如果说以色列 其实持续要采取军事攻击的话 那当然就会触犯了 当然是对于整个宗教会有亵渎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纳坦雅胡也很强势的回应了 他回应拜登说 他觉得拜登不了解 那这个以色列人民的需求 他不了解以色列人就是希望 能够有一个真的揭灭哈马斯 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渴望 所以纳坦雅胡这么强势 拜登却无计可施 我们只能说透过这个空头 一定有点像是美国在安慰自己 或者是安慰大家说 我已经尽了全力了 我一次空头 你看空头的量这么大 我还用了我的军事的实力 去要准备搭建一个临时的港 基本上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我有尽力 虽然大家不满意 但我尽力了 可是这样的努力 真的世界会满足吗 大家会觉得所谓的Global South 或者是发展中国家 真的会觉得美国做得好吗 我觉得至少 可能连共和党都会觉得 拜登做得很差 所以我们只能说 现在的拜登 从国情斯文当中 可以看得到拜登的状况 拜登的挑战等等很多 谈得很大声 因为年纪的问题 要展现活力 国内的状况 堕胎问题 其实很有争议 然后国际的问题 在加萨走廊 在乌二战争 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好的输出 好的结局 当然台湾很重视他讲的 那么一句话 讲到说会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 当然要这样说 因为对拜登来说 美国已经经不起 再有一个地区出现 比较大的混乱 所以我们整个真的 我们现在在台湾看 我们一再的强调 2024年 对于台湾来说 真的是Statehood 就是稳稳的把安全带卸好 我们就慢慢看国际局势的发展 台湾真的有的智慧空间 就是台湾真的有发生的空间 或者是台湾有自己主导的 或者主导什么议题 不容易 不容易 台湾今年状况 可能只能等着国际发生变化 我们来相对被动的来回应 那可是这就很麻烦了 我最后收尾的时候问一下 这个 翁批这一次啊 回来台湾也参加了不少 也不少会议嘛 那怎么样 你自己看到什么样子的趋势没有 我觉得现在就是全球混沌不明 那台湾也是 那台湾的立法院 刚好有一批很多新的立委 都在做磨合 那政府呢 也是你也很少看到这个 准总统当选 跟准副总统当选 出来做什么表态 没有不见到他们 最主要的原因 对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也还在 第一在磨合在整合 就是到底要派什么样 到底要端出什么样的施政团队 马上520就见分晓 到底是什么样的团队 来迎接未来的挑战 那当然这里面有派系的角力 同时也要考虑到 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来应应 那再来呢 其实他们能够发挥的空间 就像我说的 其实现在的国际 国际上面的混乱情况 包括美国给台湾的建议 真的是建议 非常的直接 非常的直白 所以对于在台湾 接下来这四年 不管真的是民党执政 恐怕也很难 真的是很难很难 做出什么样重大的突破 能够稳扎稳打 稳住 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那当然对台湾民众而言 就像我们说的 稳稳的 希望可以平安的度过这四年 看看接下来 尤其在美国四年之后 能不能换一批 这个政治人物 我觉得这可能是台湾 可以至少是 比较 比较 可以 大概要祈祷或期待的事情 就是这个吧 就是安稳的度过这四年 好 这个也是很困难 这个刚有网友问问说 我身上穿的这个连帽T 在哪里买 我又置顶了 各位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穿这个喵喵连帽T 是有兜帽的 看起来更像贼头贼脑的人了 这个基本上你可以做信仰之乐 刺客教条 目前还有存货真奇怪 这东西我以为早就卖完了 那刚 斗内我再念一下 但我现在手上刚拿到一个独家 就据说美方带精密仪器去测试恒山指挥所的弱点 那这个我等一下再跟翁P最后讨论一下 金玉说真心反对老K每次都当刹车皮 只会被DPP拿来利用人民完全无感 我也认同这件事情 但你去跟国民党人讲 他们可能觉得每次去对岸 然后跑这么一趟大家都觉得尊敬他们 都觉得很棒 但其实没有加分 莎莎呛说微博赞助平安如意 Therisa说招待再美的翁P&学长两杯星巴克咖啡 谢谢学长的水果 这个相信我们送给大家 各位老粉的那个莲物都已经收到了 如果还没收到麻烦去查一下 因为我们那时候支持彭文正 跟他买了30盒莲物 希望有大家可以看一下好不好 那等等我这边手上这边新闻讲的是 美方去衡山指挥所就是我家后面那边 翁P来的时候应该也有经过过 那这个是1978年建造能承受2万吨的核爆 那2000吨的传统轰炸 以及电磁脉冲攻击 那最近听说邱国正都睡在这里了 因为兵凶战危 那到底的状况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美军这一次深入做全面性检测 希望能够在出入口方面做加强 也就是目前出入口的混泥土 抗炸系数约5000英镑 那美方能够希望使用特殊混泥土 抗炸系数提升到1万磅 因为他说这个出入口 其实他们不止一个出入口 但算了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要多讲 那他说这个出入口如果被封死了 就没有用 那所以国防部长邱国正 据说五六日都在恒山指挥所睡觉 那可能我每次散步经过的时候 搞不好还会看到他 那这个汪批 你怎么看美方这一次的合作 又进到更进一步的一个阶段呢 就是他甚至派人来检测我们的恒山指挥所 我觉得美国基本上就是 希望台湾真的能够有自我防卫的能力 那同时 同时就是能够要确保台湾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资讯 可以传递让美方掌握的资讯 包括了这个恒山指挥所里面接受到的 包括雷达等等 就说这些情报不要中断 那你说 我真的说老实话 我觉得现在做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动作 不是说不需要 而是 以台湾目前的整个的军事的准备而言 你说真的要真的面对了冰凶战危 我们能够做的事情非常的有限 所以 如果只把重点放在军事准备 我觉得台湾是准备错的方向 就是台湾真正的能量 不会是在军事准备 我也曾经说过 台湾真正的安全是在于说两岸之间 就说14亿的人口不要讨厌痛恨台湾 我觉得那才是安全的基础 要有那样的安全基础 然后你再来说 我们可能要做好经济安全 网络安全等等 如果14亿的人口都非常非常讨厌台湾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很危险 那就不是你准备什么东西会有效的 这样讲人家会怀疑 可是真的事实上是这样 那当然美方 美方能做的 只要美国不是真的派兵住在台湾 美方不管做什么 我都会说象征性的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 我们也只能这样说的 所以我们最后你觉得这一次回台湾有没有一些收获 下一次回台湾是什么时候 每次回台湾都有收获 而且这次跟很多的年轻的委员都有一些交流 那我觉得未来 我想国会 国会可能还是要多加把劲 尤其是在野阵营 国会要多一点努力 那未来 接下来回台湾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是7月 但是中间如果有什么事情 当然有可能开会 什么还会回去 反正就会先跟大家说 那今年下半年可能在台湾的时间更多一点 尤其是美国大选的时候 美国大选的时候 希望可以在台湾就说 直接在台湾就说讲解美国的开票 这是我目前的计划 OK 好啦 那我们也希望 这个翁P接下来一切顺利 今日这个题目到这边也就跟大家讲告一段落 希望翁P赶快去补眠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已经是午夜了 赶快早睡早起身体好 好不好 这个春假可以带小朋友在附近到处玩一玩 那就跟翁P说再见了 希望你一切顺利 一切平安 拜拜 拜拜 大家都顺利 拜拜 Thomas Jefferson曾经讲过 自由之术必须要用暴君跟爱国者的先行实时交换 你活过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大选 你投了票 结果不一定如同你的预期的时候 你更不应该气馁 你更应该坚持下去 因为你更应该了解政治 让你下一次的投票 下一次的判断 可以更精准 可以更正确 可以更帮到你所支持的人 所以请各位继续跟着我们走下去 民主之路非常漫长 但人权言论自由 是你不去争取 就绝对不会是你们的 我们一起加油 全民主义 也有很多阻挤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要解决 要解决 就行了 就行了 要解决 你多久 如果你们再来 更多的阻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